嗨,大家好,我是熊媽 你是不是也有選擇錨釘的煩惱呢? 不同的顏色,尺寸的大小 還有角釘的長短 有的材料配件已經搭好了 或是自己製作的配件 厚薄不等,不同的類型 這裡我用常用的8咪的錨釘 角釘用10咪和8咪的長短 我們來測試看看如何選擇 先用8咪的角釘,我們來試試看 穿過之後,完全沒有辦法卡上下層 那我們來試試看10咪 穿過之後呢,卡在第二層 剛好可以將下釘扣上 所以在製作前先將厚度量好就對了 打錨釘要有一個墊子 我這裡是用綜合的下層 把扣子放上,就知道你要選擇哪一個 尺寸有大有小 那這邊的話,我稱它為牛奶筆 再畫合成皮非常的準確而且很明顯 選擇正確的,錨釘的打句 我們先將錨釘的洞打好 合成皮也有分正反喔 我們向問號勾勾勾上 上下的記號,我們要準確的對齊 這樣就可以將選擇正確的錨釘 先扣好 確定扣穩了之後 我們要確定 是不是我們選擇的下層是正確的 將錨釘的工具扣上 輕輕的用鐵錘敲緊 這樣我們的錨釘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打開鈴鐺 收到新訊息喔